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于河南的陈家沟 电影《太极从零开始》就是描述陈长新整理故旧拳法 开创了全新太极武学的故事 而这个小镇也声名大噪 那些大师们都是非常刻苦 然后也像大师一样 陈寨沟虽是个小地方 在中华武术界却是赫赫有名 这里是太极拳的创始地 上棚下打 在中心做一 肩轴地放松 肩轴一层 手就有一个旋转了 这样也能使上了 挖挖一层 这就是陈寨太极拳讲究的是蚕丝 以慢打快 刚揉护迹 一气呵成 陈寨太极拳讲的是螺旋蚕丝 刚揉护迹呢 有刚有揉 有爆发力 陈小新是陈寨太极的传人 习武六十年 太极拳一般强调已经制动 但陈寨家传却是免你藏针 不像那个 外边那个 波尖的当当当 人家来了 是吧 这里他讲的 四两八千斤 意思是四两就把你的千斤给你引过去了 他就引进入空 电影太极从零开始 讲的是城市太极的创始与传承 梁家辉饰演的就是 整理故旧权术 自成一格的太极开派宗师陈长兴 电影问世之后 陈家沟也跟着声明大噪 这里就是我的店 开了有七八年 踏进这个小镇 原本九成以上勿勇的居民 现在有一半都成为太极产业的乐中高手 随便踏进一家服饰店 一定免不了这个阴阳交汇的logo 老板小颜市民武师在学校教权 妻子就卖道府 他们很懂得内外兼修 我负责款式 他就负责试穿嘛 哪不舒服我就改进 对对对 OK 那我们做得还不错啊 是是是 小颜夫妻俩很懂得用太极行销 这风潮在陈家沟渐渐形成规模 就连武术学校也开始企业化经营 这些孩子的年龄从小学到国中三年都有 他们都是在学校里度过 而他们是白天上课下午就是武术训练 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而一年十一个月当中都是在这里度过 家长人来的 来多久啊 五年 以后想当什么 听传 像一元武术梦可得付出不少代价 一年学费还得要4000人民币 台币将近2万 但是在太极浪潮席卷世界 就连老外也千里跋涉 Long Stay 我们爱在学校里 我们在学校里有很好的时间 我们现在已经三个月了 我喜欢它 它是非常困难 身体的 而且你也必须要非常注重 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 这个好吃的 不太腻 30年了嘛 这个味道很好吃的 在这里吃东西也极端讲究 当地小吃羊肉夹馍也能尝到 真功夫 稍微有点韧性嘛 就是说和太极是一样的 柔中带筋嘛 比较筋道嘛 揉面阴阳相继 学太极的张斌让面团更有劲道 要做成型外加铁板SPA 最后送进考场次后 你不觉得很烫吗 烫 不是一般的烫 特别的烫 下来可能是肉夹馍吧 它那是大肉 就是羊肉 豆腐要捏食 小吃有小盘蒜 餐厅也有大计划 这道太极豆腐用山药烘托出 卤水豆腐清爽 蒸笼逼出阵阵香气 完全是道地的内家绝技 太极犬活络了周遭的小经济 马腾飞感受最深 他原本在外地开餐厅 这几年搭上这班列车 料理加入太极元素 生意更加福报 太极注重养生 我们这个豆腐也是养生 我们两个做的一起 就是饮食加太极 我觉得更好玩 太极蜂巢就这么慢慢的带动 陈家沟的产业 让这个小镇的软实力 就此绵延不断 以气呵成 武当山是大陆最富盛名的 道教名山 孕育了许多内家武术门派 在经有小说 倚天屠龙记的推波助澜之下 更成为武侠迷必来朝圣的 观光景点之一 不过这座名山却谨守 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 在山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商业活动 想要寻求一把著名的太极箭 或是找一件优雅的道袍 请下山选购 藏身在云雾之间 起风凌循气象万千 这里是武当山 中华道教四大名山之首 自古以来赫赫有名 在金庸倚天屠龙记的 推波助澜下 成为大陆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 下人眼 从上面看上去 像一个人的眼睛 嘴巴 鼻子 这个角度可以回来 再往上走 知名景点经店全程三公里 随着陡坡楼梯 越接近天顶高点 沿途都是平安所和祈福香火 在旺季的时候 武当山一天可以涌进 五千多名游客 为了维持整个景区的秩序 在这里是唯一可以烧香的地方 每年超过上千万人次到访 武当山还特地成立 经济旅游特区 控管山林环境品质 园区里的小贩都有固定摊位 严禁叫卖 价格公开透明 这价钱都是基本上是一字的 是怕说会有乱叫价的问题吗 对 乱叫价基本上不存在的 比起其他名胜景区乱象平传 武当山始终谨守道教清规 即使是镇山之宝 紫霄宫 也只开放外电广场 每一次重拍一天屠龙剧的剧组 到山上取景 都按照规定 没有越雷池一步 不打扰道长清修 来到内家拳法正宗的源头 不领教一下武术精髓 实在是很有入名山 劝空手而回的遗憾 早年武当山学校 只传授内家弟子 没练个五年十年 根本无法出师 如今山上道馆也顺应潮流 开授短期武术班 以养生太极为主 小的时候就有个武术梦 就特别喜欢那种 先锋道骨的这种武林 这两名学员分别来自北京上海 依照短期课程需求 平均一个月两到四千人民币 在胎极之理中寻求心灵平静 云淡风轻的感觉 然后让你有一种就像 进入到了世外桃源 让你很祥和 只不过短暂远离成销 并非人人都行 最起码也得留下一些回忆 来自一游买把太极剑 许多痴迷武术的人 也会不远千里而来 寻找一把能人剑合一的好剑 拿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顺手 顺手 除了手感还要目测 剑身笔直完整 刀锋圆滑不伤人 再来就是刀和两指尖的秘密 这个剑柄的话 它那个不平衡的话 你拿手就最手 一把我当特制的武术剑 做工要多久 答案是一个月 而且非常的反复 比如我现在手中握的这个地方 叫做护手 它的细节就非常重要 驻见三十多年的黄师傅 毕生心血地花在 为道掌门打造太极剑 塞着观光旅游盛行 黄师傅也慢慢转型 做客制化手工剑 高掌剑的话 我做十把也好 一把也好 我持续必须要一个月 成功 还蛮蛮出细火 做不了 做多了就不行 做多了毛 反攻率高 一把好的武当太极剑 价格较价到十几万人民币 黄师傅细心打磨抛光 修炼刀信 保留武当太极剑 最传统的精神 赖用赖看 先从我们做的是口碑生意 那要是要坏名声代表 难得下山的道长挑选一身白色道袍 比起传统剪裁更加飘逸有形 再换另一套带点先锋道骨的蓝色长袍 袖口贴心设计藏了练武人的秘密 袖口就是说我们在练功的时候 拿兵器比如说长柄的那种剑 然后他收口了以后 不容易缠到袖口上去 设计这些新式道服的人 就是他 敏秀华 从小住在武当山脚下 早期做旗袍起家 直到七零年代 太极武术要上世界舞台 敏秀华发现了传统道服的转型商机 大家都注视养生了之后 那肯定要戴养生的衣服吧 秀一点就是 比如说龙啊 风啊之类的 就是有道家的衣服 比如我们的太极兔呀 他加入了低调时尚的设计感 让原本呆板的道袍 变得更飘逸 他不可能会特别的奢华 但是最起码他就是 灵动感又强了一些 找到一点点那么接地气的 那么一点点的味道 然后又很舒服 目前武当山脚下的道服市场 每年大约上千万人民币 一年总产量却只有上百万套 无法量产的原因 是因为业者坚持手工制造 靠着一针一线串起口碑 扣子少一点 二十件左右 扣子多一点十五件 我的客人不喜欢 不喜欢那种机器 武当山于世成为最独树一格的大陆景点 从山上到山下表里一致 从权术到剑袍 近期内练 展现道教名山清静无为的正功夫 接下来这一对台客夫妻 也是在大陆找到创业商机 他们引进的是大陆最近流行的 蒙古大漠烤羊腿 跟一般烤肉不一样 是一串一串或是一片一片的烤 而且它是一完整一整只的羊腿端上桌 这两共金钟的大块头 重磅登场都会让人惊呼连连 所以创业短短两年 已经拓展出了分点 肥嫩眉腿洋气登台 一出场就是重磅震撼 真的惊讶 因为我吃过的腿只有鸡腿 对 麦当劳的鸡腿 你知道吗 就是差不多这样这样这样 一直三十九块这样 从来没有吃过 就是这种东西只有在卡通里面看不错 这很吸引人 真的很吸引人 看到那种武装系 就是这样大口吃肉的 蒙古那种感觉 对 超过两公斤的大块头 视觉大大冲击 还没有入口先被个头蒙翻 满足啊 只能直接用两个字满足 万马分腾 对 感觉自己在草原上 骑了去白马 野性的感觉 我会在骑马呢 大刀大刹大刹大莫豪迈 骗皮挑肉想吃多少就骗多少 新奇的体验台客兴致盎然 你看到这次自己切下来 有那种动手从零到有的感觉 很酷啊 征服感 你懂吗 那我们牛排就小小一块 小家子吃 那平常吃肉的时候 都是这种切小块小块的 坐完看到那种大一块肉 就会觉得很高级啊 臭萌情情拍油话题 大火瞬间晚开 主持味道气氛都从对岸 走客来拍 羊腿在大陆其实蛮流行 那它其实也有店面 那它也有路边的安静 比较像热炒店那种 就吵杂啊 聊天啊 喝酒啊 就跟麻辣火锅一样 蒙古烤羊腿也在大陆各省市遍地开花 树民气氛流行风潮 甚至吹到了热情的海南道 夜里一整条街都在烤羊腿 和容亭大开迎接 有台湾人熟悉的薛华热闹 又比热炒独特稀罕 当时正在修长假 准备转业的河容亭 嗅到了商机 跟着会烟羊腿的朋友 旁敲侧击 拆解调料配方 它可能告诉我里面可能有什么 但它没有告诉我这个有多少 重要有很多很多种 那就是每天问一点 问一点 寡言慢热的河容亭没有正式拜师 分量煮法全靠回台湾慢慢实验 几十种中药材 试了近百次终于发现 不只配方比重不一样 下锅熬酒的先后也有名道 这一盘的话 因为它煮久苦味的跑出来 所以它就是分开的 花椒自然经不起九煮九熬熬 只能压久登场 焦码登方却又得在短时间之内 全然释放 该要怎么兼顾 一度让河容亭非常同大 要把它的香气尝出来 零光一闪慢火干贝 经由果真彻底散发 从此烟酱摆脱了苦涩 只留满满辛香 腌出来羊腿肉 河容亭都忍不住得意洋洋 每一次腌的都很厉害 因为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 对啊 所以你每次腌完都觉得 你每次腌完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刚开始会 现在不会 成功破解大漠腌肉 河容亭却没有就此松懈 毕竟羊肉在台湾不像猪鸡普罗 所以连亲爱的老婆都曾经蚊羊色变 逃之夭夭 之前不吃啊 因为那个味道很重 羊羊味很重 那现在 现在也只吃鸡肉 对 现在也只吃店鸡的羊肉 不爱吃羊肉的郭宇涵 就是最好的市场指标 与其主打正宗 但只靠孤单一条腿踢罐台湾 不如银香市场 也满足自己的口服欲望 我觉得自己喜欢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们自己敢吃的到时候 才会这么有自信的推荐给大家 菜这种比较恐怖一点 比如吃羊的东西 来到我们店里就做 颠覆大陆烤羊腿店 只卖羊肉料理的惯例 菜单品上餐口主流洗后 全面互充 纳入日式串烤店 常见的蔬菜串烤 也参考还是烤肉变化羊腿吃法 趁从在大陆 就是没有人包的生菜吃 就是自己研发在 有点像吃那个韩国烤肉这样 对啊 就试试看没想到就还蛮好吃的 而洋亭一把老婆的爱菜列入菜单 多了生菜洋葱清爽开胃 大口吃肉也不腻口 还有接到两脉小菜蜜茨丹茄 酸甜酸甜的滋味 同样要冲淡油滋滋的肉感 这也是老板娘的私心夹带 这个算是满皮受欢迎的 然后自己也都很喜欢吃 我自己可以吃完十几颗吧 就一个份量这样一点 中夜之前都是上馆子享受 只要动口不用动手 进了厨房才知道 一口酸甜还挺多细节 为了不让番茄表皮坏了口感 经常脱皮脱到头昏眼花 拨到这个灯光亮照下 你看那个番茄 红红亮亮的闭光都觉得很吃力 拨到眼睛都花了 口味调配轻松多了 蜂蜜没粉没有SOP 依着自己喜欢的味道就端上台面 结果点单绿 完全不是主角烤羊腿 台客捧场好评练练 吃起来就是还蛮舒服 然后就是自己会觉得 没那么重的负担 非常好吃 和大漠料理 完全不搭嘎的各种清爽小点 让烤羊腿在台湾 从小众口味走向大众市场 创业两年 单元营收已经打平 还拓展出分店 餐饮菜鸟的初体验 成绩自己也惊艳 越来越有信心 结果自己很厉害 我老公比较厉害 没有民事引领 也没有经验可询 台客夫妻靠着自己对市场的观察 持续改造进化 又让这大漠羊派 彻底融入台湾遍地发扬 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根据大陆餐饮报告白皮书的数据 在去年大陆餐饮业市场 规模达到35兆人民币 也吸引了台湾年轻人积极蹊径 像是在杭州 这家餐厅老板 是台湾老四号鱼丸店第二代 刚登陆的时候 也陷入价格苦战 不过现在已经成功地站稳脚步 Q弹 很Q弹 虽然它炸过的 但是不是很腻 这还蛮好吃的 如果能有虾的原味 它其实是亮点 因为很多 今天很多菜 虽然有虾 但是其实吃不加的味道 因为加了很多特别的味料 Q弹爽口的樱花虾球 是这家餐厅的招牌菜 每天卖出几百份 几乎是每桌必点 但是它的原料却非常朴素 切虾肉切成泥加顶盐 不停捏打 打出虾肉中的蛋白 创造出弹牙口感 接下来放到冷冻室 几个小时后 裹上吐司粒入锅油炸 出锅就是小巧的樱花虾球 就是这么一道 没有复杂步骤的菜色 却让来自台湾的林明福 泡在厨房里两个多月 一刚开始我们做这道菜 就想太多了 想得很复杂 又加了冰块 又加了一些很繁琐的东西 在里面 就反而口感一直不好 我们后来就发现 回到最初 它其实越单纯 它越好吃 试菜时 尽管已经过了厨师长这一关 但是规模的林明福还是要求不断试验 追求完美口感 因为林明福出生于丸子世家 这家餐厅的前身是创立于1941年的鱼丸店 台北最老字号的小吃店之一 这十几年来 林明福一直在做的 就是把台湾的道地口味翻成唐洲 我妈妈就把我手直接拍开来 她说 已经太洗了没 我说 我把头切掉了吗 叶子我不是挑掉了吗 我看它没有土啊 可以吃啊 我妈说 我们做吃的 千万要记住有一个观念 自己不吃的东西 不可以给别人吃 现在林明福的店开业不到两年 会员已经有七千多人 每天晚上都要排队吃饭 这么火爆的生意 谁也想不到刚开张的时候 林明福连陪五个半月 差点关门大吉 为什么加半个月 因为每一个月对我来讲都是一种煎熬 所以我算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最夸张的时候是 一个星期真的只接待了三座客人 一个星期三座 那个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等待 危机就是转机 林明福没有放弃 试着改变经营模式 多和客人交流 随时送上一杯冷泡茶 贴心的服务 让生意开始大反转 一堆顾客也说你们要加油 你们一定可以做得起来的 我们就一直努力一直努力 五个半月 十餐家几乎全倒 只有我们家活得健健康康 同样从台湾来到杭州 还有90分的年轻人郑志荣 但和林明福不一样的是 他想呈现的不只是台湾味 又是台湾的生活方式 卤肉饭配南瓜汤是店里的经典菜色 在这里有意面 沙拉 炸鸡 车轮饼 生蚝 菜色粥混搭的物件 过年回家有七次的同学会里面 没有一次是吃台湾菜 就是我们聚餐可能吃韩国料理的各种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 饮食习惯跟文化 郑志荣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虽然大学专业和诚师 扒杆子打不找 但是专业起菜品来 实验过程让店员个个吃到怕 试菜的过程是大家抢着去吃中饭 吃完饭 然后到后面的变化就是 吃饭了 你先去吧 我先忙 就像这道看似普通的南瓜汤 郑志荣窝在厨房里沿住了两个月 更换食材做尝试 倒掉了起码八十桶南瓜汤 要说汤可能就喝个几口 我就是觉得说很可惜 这些都是食材的浪费 那我们就把它去调整味道之后 像我现在的店里面客人 点南瓜汤的话 基本上来讲 全部都是喝到减的 他不讲调味料 完全靠蔬果本身的味道 饮料无法 因为实话说就是 我当时并不是做 这个厨师起家的 然后我就是很爱吃 那变成这样的情况下 我并没有一个基底 就是一个经验 那这样也有好处就是 我就像疯子一样 就像爱迪生去试灯泡一样 反正我只要能加的我都去加 去试试看到底有什么尝试 最后他终于发现了 美味的奥秘 城市经典南瓜汤腾空出世 为他招来源源不断的客人 和菜品一样 这家小店的风格也很融洽 吸引了各个不同年龄层的客人上门 无论是老字号品牌 或是新生代厨师 不管是台湾味 或是无国间料理 只要用心经营 总能创造出 与时俱进的新南海 这就是在武侠小说中 经常可以看到的武当山 这座道教名山 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 是道教信众 以及武侠民 一定会来朝圣的观光热点 感谢您一收看 今天的海峡拼金记 我是吴雨淑 下个礼拜再会了 拜拜